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 人作没有盼望 这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 还是有的 第三章是整个哀歌里面 五章的经文里面最长 在中段的位置 因此也是中间的高峰的地方 他告诉我们绝望 到谷底仍然可以反弹 不单止因为耶和华是信实 只要我们继续来到坚持 每日来到仰望祂的慈爱 肯愿意接受我们所负的握 耶和华总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 带我们走出我们的邮局 我们不如有个祈祷 来到开始 天父我们多谢你 原来 在你里面 人的尽头都未是绝望 因为耶和华 你的信实每日都是新的 我们仰望祂的慈爱 奉耶稣的名额 耶利米哀歌 第三章 懲罰 悔改 探望 因耶和华愤怒的象 我是遭遇困苦的人 他驱赶我走入黑暗 没有光明 他反手攻击我 终日不停 他使我皮肉腹干 折断我的骨头 他捉虑攻击我 以苦楚和艰难 围困我 使我住在幽闷之处 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 他围住我 使我无法脱身 他使我的童年沉重 尽管我哀嚎求救 他仍难阻我的徒告 他用作过的石头 挡住我的道路 使我的路径弯曲 他向我 如埋伏的雄 如在隐密处的狮子 他使我转来正路 把我嗜碎 使我凄凉 他拉公 命我站立 当作箭靶 把箭袋中的箭 射入我的肺腑 我成了全体百姓的笑柄 成了他们终日的歌曲 他使我受尽苦楚 饱食恩尘 用沙石摸断我的牙 以灰尘覆盖我 你使我远离平安 我忘了何为福乐 于是我说 我的力量衰败 在耶和华那里 我毫无止忘 求你记得我的困苦和流离 他缘恩尘和苦胆一半 我心想念这声 就在我里面幽闻 但我的心回转过来 因此就有指望 因耶和华的慈爱 我们不致灭绝 因他的怜悯 永不断绝 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 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福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凡等候耶和华 心里尋求他的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人仰望耶和华 安静等候他的救恩 这是好的 人在年轻时负握 这是好的 他当安静獨坐 因为这是耶和华 加在他身上的 让他念 伏于地霸 或者还会有指望 让人打他而光 使他饱受灵欲霸 主必不永远撇气 他虽使人忧愁 还要照他丰盛的 慈爱思怜悯 他并不全心要人受苦 令世人忧愁 把世上所有的囚犯踩在脚下 在至高者面前 扭曲人的公正 在人的訴訟上颠倒是非 这都是主看不重的 若非主法明令 谁能说了就成呢 是和是福 不到出于至高者的口吗 人都有自己的罪 活人有什么好法怨言的呢 第三章的上半部 第一个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经文 就是在第十八节 二十一节 和第二十九节 都提到指望 但首先他提到自己是毫无指望 因为他已经好像一个死人一样 他的牙齿被人打碎 他被仇苦所充满 他整个人生的经历 都是苦痛 这是以一个第一身的人 去到描述自己这种绝望的境况 但去到第二十一节 诗人再去到思想的时候 向我反复思想 我继续去到想到 原来耶和华是思念我的 神会来到忘记我的 他就说 我就有指望 有时我们放弃得太快 有时我们在这些绝望的境况里面 好像是环境绝望 但诗人他想到神 想到神 想到神 思念我们 他就开始重新来到有指望 第三次在第二十九节他提到 他为什么会重新恢复有指望呢 就是他愿意谦卑下来 他说当他的口好像来吃尘哀的时候 愿意生命 他承受落到这些最卑微的地步 但他仍然都不放弃自己的时候 他就重新有指望 当我们真正在苦痛当中 愿意谦卑降伏在神的手里面 所有的绝望 其实都会过去的 诗人说 我在神里面 但我追上这些事 我就有指望 因为神是我的指望 环境是绝望 但神你仍然是我的指望 二十二、二十三节 这个可以说是《诚改哀歌》里面 神学认信的高潮 无论他经历多少的低谷 悲惨的时候 他这里来宣告 耶和华的怜悯 必不来到消灭 每组神是新的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神 他的诚实是何其港大 什么叫神的诚实 很多时候我们想起神的诚信 祂和我们立约 祂必定守约那种诚信 神的 faithfulness 祂必定不会来到去撇弃自己所纳悦的人 但第二件事 在这个原文里面 神的诚实其实就是祂的 kindness 即使我们在极其艰难的苦楚里面 甚至觉得是被神所遗弃的 这里提醒我们 神对我们的心意 是一种的恩慈 一种的 kindness 祂会以恩慈来代我们 每早晨还是新的 即是说今天的恩慈 是我昨天未经历过的 我仍然可以新鲜地 去期待神对我的 kindness 就在我这些人生的忧谷和绝望里面 总有新的 kindness 是相待我来到发现的 我们的指望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的指望是从神而来的 不是我们去勉强自己 说服自己 告诉我们过了这个难关之后 又有一个新天地 我记得在我时奉 曾经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候 真的好像四面围墙 总是找不到出路 有一晚在我祈祷的时候 神仔在我里面 出来了一个的意念 孩子你不需要这样来挣扎 因为我是看着你的 有一天你会见到 原来在墙和墙之间 是有一条纳粒是你没见过 当我要这样来带你过的时候 你就闪身就过了 你不需要爬上这个高墙 你也不需要用自己的气力 因为只有我才是你问题的出路 就是那次之后 我经历到什么叫指望 是神的话语使我能够得着指望 我们不要放弃祈祷 我们在祈祷里面 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对神的盼望 对神的等候 神会向我们说话 在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节 这三节都提到 专心地来到仰望 并且两次提到我们要等候神 什么叫仰望 什么叫等候 有时我们面对问题 令我们很忧虑 同时也很焦躁 我们很快 希望找到出路 但神要我们等候 仰望 意思即是说 我们其实在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才慢慢学会到放手 交出来 并且从生活里面 很多的拉扯里面 我们要入到我们内心里面 一个专注的地方 一个安静的地方 在那里 你发觉你能够再一次地来到 亲近神来到仰望他 我们就是需要进入到这个位 我们是要仰望 我们是要等候 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种真正的仰望 感觉到 神是与你同在的 你知道祂在等候我们 不只是我们等候祂 感谢主是神 亦都在等候我们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因耶和华的慈爱 我们不自灭绝 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 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 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耶利米哀歌 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三章二十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五 三十四 一 Terincome 一二十一 一扇带